从零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2 大家好,我是萌星超人 今天玩到天空之城的第22关 这一关又是保护罗斯丁的关卡 超人看到了蚕豆突击队 那么我就有一个想法 我能不能只中蚕豆突击队就过关呢? 而且我也不升级 就用这个初始植物 你们看看蚕豆突击队这个伤害很高的 而且它也不受地形的限制 机动性很强 不过有一个缺点 就是经常会一窝蜂打一个僵尸 然后一起休息了 还好僵尸走得比较慢 蚕豆突击队休息完之后 还可以发起第二轮进攻 那么觉得超人这次挑战可以成功的 可以在弹幕扣111 觉得超人会失败的 可以在弹幕扣222 超人下一步要做的嘛 就是用箱子改变僵尸行动的路线 让三条线的僵尸都尽量在甲板上转圈圈 战斗机僵尸速度比较快啊 这个不好对付啊 而且漏掉一只战斗机僵尸 就会少两个罗斯丁啊 蚕豆突击队们别休息了 快点啊 看不下去了 把罗斯丁铲掉吧 我不想看十变成八 哎呦 最后时刻战斗机僵尸居然被消灭了 可以嘛 还是有希望的 继续摆箱子 封堵一下僵尸行进的路线 超人设想的是让僵尸全部走到最顶上 然后再走下来 再走上去 再走下来 就跟一条贪吃蛇样的 怎么绕怎么来 这样的话就尽可能给蚕豆突击队 争取休息的时间了 你们看看 蚕豆突击队休息好之后 集体行动还是很厉害的 好的 右边的路线修改的差不多了 左边再摆上两个箱子 当当当当 现在就是终极完整版的路线了 僵尸在里面不断的绕圈圈 不管你走到哪个位置 我都有蚕豆突击队可以攻击到你 这种全方位 无死角的攻击 就连战斗机僵尸过来 都是被秒啊 而且不用再担心 蚕豆突击队休息的事了 等僵尸绕上个一两回 早就有蚕豆突击队休息完毕了 现在场上也没有多的位置 可以中蚕豆突击队了 超人存了五颗能量斗 等着关键时刻再用 像现在这两个战斗机僵尸 血量又比较多 移动速度也比较快 蚕豆突击队的这一大波进攻 只消灭掉了一只 只能用上一颗能量斗 让蚕豆突击队再次发起攻击了 好的 成功解除了这次危机 剩下一个铁桶飞行员僵尸 就不用担心了 休息时间结束 蚕豆突击队们集体猛攻 这一波只有一个战斗机僵尸 根本不用担心 它还没走到一半 就已经残血了 小伙伴们 你们看 僵尸的进度条快要走到头了 超人的阳光都剩了3000多点了 根本用不上啊 所以说 这一个关卡 设置一个这么强的初始植物 我都不需要升级 我就可以守住了呀 这一波战斗机僵尸有一点多 我们把能量都用掉 其实这条路线和阵容成型之后 超人都不需要怎么操作 只要看着就可以过关了呀 哎 什么情况 三个残血的战斗机僵尸 蚕豆突击队们 你们认真点啊 超人刚跨你们几句 你们就得意忘形了呀 给我瞄准战斗机僵尸打呀 糟糕 来不及了 漏掉了一只 不过应该问题不大 哎 这就过关了 还没玩够呢 然后呢 听小伙伴说 可以买到豌豆排击炮了 3600钻石 成功买到了三阶的豌豆排击炮 第二天还会返还1000多的钻石哦 美滋滋啊 再去领取一下消耗钻石的奖励 是野兽猕猴桃和火龙草的装扮 火龙草的超人已经有了 野兽猕猴桃的嘛 这不是双马尾吗 小女孩砸的辫子 这个挺有趣的呀 除此之外呢 超人的叛逆追击 第一次升到传奇联赛 这获得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哇 追击的商店全部都解锁了 这种感觉好嗨哦